金曲三十接獎啦 一生只有一次機會的 最佳新人獎 沒有意外就讓呼聲最高的OZ 躲下囉 我有嚇到 我完全有嚇到 我就是我媽媽 對啊 同樣入圍奪向的愛怡良 拿下這座最佳作曲人獎 已經讓她超級開心 我是開心的 對 我甚至沒有任何就是 拿或不拿之後的感想的設定 對 就是我沒有這個講稿 我旁邊坐的是酒令姐 所以我已經覺得很開心了 對 就是開場表演的時候 我有摸到她的那個手臂好滑喔 但是我真的很開心 可以跟這樣的跳後座在一起 對 而在最佳台語男歌手部分 流氓阿德打敗強勁對手奪獎 台語女歌手則是由將會議脫穎而出 歌壇大哥李忠勝搶下最佳作詞人獎 而大家最最最關注的大獎 林依蓮雖然沒有到現場 最終還是獲得最佳國語女歌手獎 以及最佳演唱錄音專輯獎兩項 頒獎電力最後的兩槍壓軸 宣勝吸以西游記獲得國語最佳專輯獎的殊榮 天后酒令猜零則在入圍的七個獎項中 除了以玫瑰少年順利拿下年度歌曲獎 最後更以Ugly Beauty打敗眾多對手 風光獲得年度專輯獎 對我剛好地震摔毀了一個 然後找回兩個很開心 本來期待的心到最後鬆一口氣 然後就大喊了一聲髒話 金曲獎實在是又愛又恨 順利得獲勞 謝謝 金曲三師完美落幕 女星中的名單得獎了嗎 我會發音樂台灣報道